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交易新手Market Newbie外汇基础知识课堂 这是我们的第四节课 在上一节课中,我们介绍了直接货币和交叉货币 在这一节课,我们会讲讲什么是保证金账户,什么是杠杆 如果您希望在外汇市场中交易,您需要到券商术开一个保证金账户 等一下在后面我们介绍杠杆时,您就会了解为什么我们交易外汇要用保证金账户 一个保证金账户是一个可以从券商手里借钱的账户 它允许您用较少的资金去交易更大的资金 或者说是用较少的资金去交易更大的仓位 相信大家可能对杠杆这个词多少有一些了解 通俗一点讲,它代表着用少量的钱去撬动更多的钱 而这个少量的钱,我们也叫它保证金 保证金可以用钱来表示,也可以用百分比来表示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假如您在您的保证金账户中动用了一千美金的保证金 您的券商允许您买卖的量达到十万美金的话 那么我们就说这里的杠杆为一百比一 而这笔交易中保证金为一千美金 或者换句话说,这笔交易需要用到的保证金为百分之一 也就是一千除以十万等于百分之一 在外汇交易中,我们需要应用杠杆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 货币队的每日波动非常小 大部分的货币队每日波动小于百分之一 这使得外汇市场成为波动不大的市场 为了能够放大这些小波动能够带给我们的盈利 我们需要应用杠杆 不同的货币队可能有不同的杠杆比率 比较常见的杠杆比率有50比1,100比1和200比1 您可以从券商那里了解到他们给不同的货币队的杠杆比率 在加拿大,外汇的杠杆比率是由IROC所规定的 最高的杠杆比率是美元对加元的45比1 其他的货币队的杠杆比率都低于45比1 当然杠杆比率并非恒定,有时会有变动 上面介绍了那么多关于杠杆的知识 其实都比较宽泛 我们用例子来说明一下杠杆的作用 这样更加清晰 比方说您想交易10万美金等额的USDCAD 也就是美元对加元这个货币队 在没有杠杆的情况下 也就是100%的保证金情况下 您需要10万美金才可以做这一笔交易 如果杠杆是100比1 也就是1%的保证金 那么您只需要1000美金就可以做这笔交易了 如果是200比1的杠杆 也就是0.5%的保证金 您只需要500美金就可以做这笔交易 由此可见 杠杆的使用让交易者可以轻松的用较少的钱 交易较大的金额 杠杆的放大作用 同样体现在了盈亏率上 所谓的盈亏率 就是盈亏属于本次交易所用的保证金 同样是上面的例子 假设您最终真的做了这笔交易 获得了500美金的盈利 在没有杠杆的情况下 您的盈利为0.5% 而如果是杠杆100比1的情况下 您的盈亏率瞬间就涨到了50% 而如果杠杆是200比1的情况下 您亏率就是100% 当然我们不能只看好的一面 我们也要考虑坏的一面 当如果发生亏损时 杠杆也是同样有放大的效果的 还是上面的例子 如果在这次的交易中 您亏损了500美金 在没有杠杆的情况下 您的亏损也只有0.5% 而如果是100比1的杠杆 亏损则达到了50% 如果是200比1的杠杆 亏损达到了100%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出 杠杆其实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杠杆加大了您可能的盈利 另一方面它也加大了您可能的亏损 新手们在做外汇交易计划时 需要把杠杆的因素也考虑到 开始时一定要设一个止损来保护自己 止损是一个用来限制最大亏损的指令 我们将在第7课中 有详细的介绍来介绍止损 在下一个教程里 我们将会介绍外汇交易的基本单位 首 英文也叫lot 和外汇最小浮动单位点 英文也叫pip 您可以在MarketNewbie的网站和下面的社交媒体上 找到我们 欢迎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contact us at marketnewbie.com 谢谢各位 期待与您下次再见